哈囉大家好我是Ryu 我是Yuma 欸今天我在拍這個影片的隔一天就是 婚禮 婚禮對 那今天呢其實我們要去各種準備 我自己也不太知道了 就是一邊我自己一邊學習 一邊跟大家分享 比方說穿著 你看Yuma呢 欸她就為了這一次的這個 參加姐姐的結婚典禮 她這是跟姐姐借的嗎 這些衣服 對 這個呢日本我們講呢 就是參加一些什麼 典禮的就是衣服 就是比較正式正規的那一種 Dores Dores 鞋子呢 一定要有這個 Himo 不是一定要的 啊不是一定要啦 就是有比較好 對有比較好 有比較好 なんか動物の を殺して作った皮 を使ってないものの方がいい 欸 皮はダメでしょ 皮はダメ的こと 我還有這種規則 我第一次知道 然後你看這個包包 你看這個包 這根本沒有機會用到的包包 可是他們就是 會在結婚典禮的時候 Party的時候呢 對 然後呢 然後呢 アクセサリー アクセサリーね 裝飾品 珍珠 珍珠 パールね パール是珍珠 比較好 比較好 對 好Yuma 這裡呢我們要跟大家說一下 參加一次這個結婚典禮呢 我們要給的紅包是 多少錢 哦 好我們說 比如說可能大家如果有日本朋友的話呢 他們可能會 邀請你到他們的這個結婚典禮 Ryu呢 今天其實這一次呢 其實也是第一次參加日本的結婚典禮 所以 真的有點緊張 因為 接下來就要到我們了有沒有 如果是朋友的話呢 最少要 三萬日元 對吧Yuma 嗯 然後呢這個數字呢 絕對不能夠是偶數 我們給是給 一張是一萬日元嘛 就是紙幣 那個呢 盡量 給 不能夠分的 不能夠分的數字 比如說 如果你給兩萬的話 就是能夠 新娘 新娘一人一半嘛 就是變成有分 有分開的意思 大家覺得貴嗎 貴嗎 日本人 對 欸你想一下 如果像我這種年齡嘛 就是周圍的朋友 一個一個結婚 如果一年來個 四對的話 我的天啊 破產 好 那這個影片的結尾呢 就是要 帶大家 跟Ryu一起去買 西裝 西裝 因為 日本人的這個結婚典禮呢 女生是穿這個多類似 然後男生呢 都會穿這個西裝 那西裝呢 也不能夠是白色的 然後呢 也不能夠太亮眼 然後呢 也不能穿太黑 所以呢 接下來我們就要去買這個西裝 去吧 GO 好 現在呢我們來到了這個 柿子的店 就是賣西裝的 對 然後呢 這裡呢基本上都是合格的 就是 要穿去結婚典禮的西裝 不過一個真的好貴耶 你看 隨便一個價錢呢 都要這樣耶 它是全包的 然後都要三萬多日幣 天啊 嗯 那覺得這樣呢怎麼樣呢 不過這樣呢 就買一件呢 就是以後有這種場合 嗯 就是 參加什麼youtube的交流 或者什麼都可以穿 就想說買一件 對 就是可以穿一輩子 業員呢現在幫Ryu看 一件呢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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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看 OK 嗯 好我們現在已經買完這個西裝 回到車上了 對 那我們今天這個 就是明天要 明天要去結婚典禮的準備呢 也在這裡結束啦 所以我買的這個西裝呢 一共是 就是 包括就是這個 明天就是 下一個影片會給大家看啦 嗯 一共呢 是四萬三千日圓 對 對 剛剛你們看的這個照片呢 就是我 買的西裝 對 是蠻貴的 不過呢我覺得因為 現在Yuma講的嘛 這是一小物 就是有一輩子的 所以我覺得 買一套的話 以後 如果我不發胖的話 這個真的可以用到我老 對 然後就可以 嗯 有這種場合的話呢都可以用嘛 就想說買一個比較貴的 因為我跟Yuma都有幫她的姐姐 編輯影片 然後弄影片什麼的 欸 她就特別容許我們 就是她有特別指定啦 就是我們兩個呢一起包一個 五萬日圓的紅包 所以五萬日圓加上我這次買的四隻 Yuma她沒有買 她是跟她姐姐借的衣服嘛 所以我們這一次去Yuma姐姐的結婚典禮呢 一共的花費是 九萬四千吧 大約十萬 我們算是十萬 來準備這個 結婚典禮 怎麼樣 大家覺得 十萬日圓喔 所以大家如果是 像我家已經成為這個社會人的時候呢 一定要出一些錢 來給這個突發的情況 就是呢 紅色炸彈就是你朋友可能會丟 突然間丟給你一個紅色炸彈 就是要你 參加她的結婚典禮的時候呢 也不會說手忙腳亂 沒有錢或幹嘛的 就跟她說一下這個事實 好 那這個影片就這樣了 Yuma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 謝謝 然後 我們這裡外面要寫這個 五萬日圓 這是我們兩個人的 一起的 嗯 好漂亮喔 這個日本的紅包 應該叫白包這個 哈哈 你訂閱了嗎 還沒有的話 拜託訂閱我們RyuTV 按這裡按這裡 每天晚上九點看影片 還有 這兩邊是我們的推薦影片囉 YumaTV和Ryu的遊戲 頻道也要拜託大家訂閱 それでは皆さん またね